不管亞洲還是歐美今年夏天真的是熱到不行 頻頻傳出有民眾熱到中暑甚至是熱衰竭 歐盟氣候監測機構哥白尼氣候變化服務就發布了數據 2024年北半球的夏季刷新了去年的記錄 可能會使今年成為歷史上最熱的一年 而這個氣候監測機構是引用了衛星、船舶、飛機跟氣象站 記錄到的數十億筆溫度資料來指出 全球8月的地表平均氣溫是攝氏16.82度 這樣的氣溫比工業化前的平均水準上升超過了攝氏1.5度 而氣象專家也說人為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 正在使地球溫度持續升高 同時還提高了像是旱災、野火、還有水患等 氣候災害的發生機率以及強度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